周四 土耳其对库尔德人主导的 叙利亚民主力量占据的地区继续发动攻击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双方至少有29名士兵阵亡 土耳其国防部称 击毙了228名敌方士兵 叙利亚民主力量表示 袭击造成9名平民死亡 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 有7万多人逃难叙利亚北部 周四晚间 部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加入土耳其一方 打击库尔德武装 令局势更加复杂 叙利亚阿斯德政府同一天表示 不会恢复与库尔德武装的谈判 此前 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支持下 协助消灭了ISIS恐怖组织 不过 叙利亚民主力量一直被土耳其政府 视为恐怖组织予以打击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发推文表示 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已经互相打了200年 美国有三个选项 派遣输签部队取得军事胜利 通过经济方式制裁土耳其 以及斡旋双方达成协议 川普周四表示 美军刚刚从该地区撤兵 不希望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 周五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外交部长 下午什奥鲁会晤 土耳其寻求北约 支持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斯图尔滕贝格呼吁土耳其克制 避免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新唐记者林宇 田瑞 综合报道 新唐记者林宇 田瑞 综合报道